这方面的文化最发达 为啥这跟日本的地理特征有关 日本本身就是个岛国 火山特别多 而这个温泉呢 是火山带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因为火山本身它地热资源就多 所以日本呢 你看那么大点个地方 总共有两万六千多是温泉 你就拿东京来说 周边有三十多个温泉区 不夸张的说 整个日本这四个岛子 那就是一个热气腾腾大澡堂子 而日本在这方面的文化 是特别发达的 你看日本人喜欢泡澡 尤其喜欢泡温泉 甚至有时候不避讳到 男女同育的程度 因为大家把这个当做 像吃饭一样日常的消费 而且日本人泡澡很讲究 他讲一天泡三回 泡着温泉 第一变是什么呢 早晨起来泡一下 一天体力充沛 晚饭前泡一下 把一天这个劳累的 疲劳感赶走歇房 吃完晚饭再泡一下 晚上能睡个好觉 才一天泡三回 日本最早呢 泡温泉 不管是池子还是桶 都有个名称叫地狱 说怎么这么吓人呢 这据说是一千三不多年前呢 日本有个叫行鸡的和尚 他来到一个山里头 这个山就是温泉 他一看这温泉 热气腾腾 烟雾缭绕 他就想起佛家讲啊 这地狱 这地狱里头有的地方就是 大锅似的 水烧开了 里头一些小滚在里边 狼苦鬼嚎的 可偏偏这个地方呢 热气腾腾像地狱 但是四周景色又很好 他就给这地方起名叫云仙山 管这个温泉呢 叫云仙地狱 后来这词就留下来了 你把我搁个大桶泡温泉 这叫大地狱 小桶泡温泉叫小地狱 后来这词怎么没了呢 后来这温泉呢 被天皇给接受了 说咱们这天皇陛下来泡温泉 天皇您进这大地狱还小地狱 这不但礼貌 所以后来地狱这词就没了 但日本人愿意泡温泉 这在世界范围来说 得排到第一 咱有的朋友喜欢看日本的 一些顶级的动画片 咱都知道龚崎俊 要不得 龚崎俊呢 有个片子叫千语千询 这个动画片里边 反映的内容就有很多 和日本这种温泉文化有关 你要细看看你就能看出 日本人是离不开这温泉的 你们这些人